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馮伟光和大家评论政局的时间 今次想和大家讲一下通关之后 如何反击和处理假新闻 当然大家喜欢看我的评论 希望大家订阅维勞STARTALK 赞好分享留言 按右下角的小钟 到有新片出的时候 系统就会主动通知你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关心通关 我不想和大家讲一些很务实的安排 这方面由陈国基司长 特别他自己是出身的入境处 他一定很懂如何去部署安排 这方面我相当放心 但大家能否留意到 我们所有的政府部门 在做通关工作上 似乎没有一个部门 或是没有一个小组 专宅去反击抹黑内地人类同胞的新闻 这个要留意 大家不要忘记 这班小黄人 就会把个别事件无限放大 以现在内地的疫情为例 过去三年我们国家动态清零 当时那些小黄人 特别那些走去外国自封卫 这个财子的人怎么说 他说这个疫情怎么可能 我自己可能都感染了两三次 很多朋友都感染了两三次 那就是说 你觉得我们不应该动态清零 当时病毒株还没那么弱的时候 都应该感染一下 好了现在病毒株弱了 我们国家也都从善如流了 放松了 你们就说不行 中国来的旅客可能会带来新的变种病毒株 根本就没有科学根据 假如你说这个会变种的话 三年来都应该在欧美变种得很厉害 但又不是这样 他们自己当时就说 中国大陆就不应该那么严谨 不应该这么清零 因为没什么 现在到中国大陆真的开始开放放松了 一月八月开始全面放开了 那你就说有问题 这根本就是一个政治的操作 所以逮换回来 在香港的时候 你当然要明白就是 他们也会这样的操作 将一些内地人在香港 下来香港的时候 可能发生的个别事件 无限放大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增加香港市民 和我们同胞的心理距离 令到我们递日 融入大湾区的发展 融入国家发展大国有困难 因为当你心里有抗拒 比如你鼓励年轻人 回去找机会的时候 可能他就不喜欢 在一个现在的小黄人 他们最喜欢的论述是怎么说呢 就是香港市民是优越一点的 内地同胞是低等一点的 这种优越越对低等的论述 就是收了我们 要我们融入去 这种心理的逆反 很容易令到那些假新闻 就更加容易发烤 所以特区政府应该有一个 专责的小组 除了做实务之外 对这些无虚的事情都要做 大家不要忘记 19年的时候 教训就很惨痛了 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 是将杀人的嫌疑犯 承之于法的问题 就变成了可能是香港的自由 没有了 民主没有了 整个社会的特色没有了 于是我们就要反修例 反一个压迫 其实根本就是他们 借这些意义 将这件事无限扩大 错误 刻意歪曲的描述出来 所以会不会我们在通关之后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是很担心的 而很不幸这方面 论述或者是反击假新闻 特区政府是真的有严重的短板 而也没有一个专责的小组 或者一批专人 比如说联系新闻处 联系港台 以至联系其他媒体 和一些爱国的KOL 去做好反击 是没有的 但是正正是需要的 因为可能新闻处就说 有人没得政府 我们就出来说 但是现在他不是没得政府 他没得的内地同胞 将内地同胞 无限扩大 于是反击 政府这个通关政策 不正确 我们应该封关 这种推论 他口里不敢说出来 但是他会做的 他也会很小心 他不会制造一种仇恨 特别制造一种歧视 如果不行 香港的反歧视条例 就没有反歧视 内地同胞 所以这个情况 我觉得特区政府 是要小心这种 所谓远对抗 远的一面 是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特区政府 除了做实务之外 都要考虑 亦论的反击 假新闻的处理 这是相当重要的 今天评论到此为止 下星期再见 拜拜